新秀利亦可留意一下 因为他会受惠几样东西 一个就是继续受惠着 全球经济重启 旅游相关的需求 会升回来 本身北美和歐洲方面佔業務6成多 另外亞洲業務都是一大飯 雖然內地業務一定會受影響 但內地本土旅遊也不是差 就算有疫情在 如果疫情可以換黃下來 我相信會保持著一個很好的動力 內地本身的國內旅遊 當然要放通外地 比較難去的情況 以及本身做了一些業務的整頓 我相信接下來要注意什麼呢 就是17日會公佈業績 這個業績有機會可能是其中一個Trigger點 Trigger得到股價繼續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現在的股價走勢 你見到近期來說 其實都是沿著升軌向上 看看能不能夠突破得到 如果向上突破得到的話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即是挖著18.6-19元 這個水平來說 如果能夠破得到上去 其實應該可以 上去20元樓上 甚至21元的水平 能不能夠破得到的關鍵 我相信就是業績 你看回第一季做出來的 其實都是相對上 交到功課 現在 特別是歐美的情況 經濟重啟 其實就不會扭轉的 我相信 如果這次出來的業績 是繼續確認這件事 如果業務狀況繼續改善的話 我相信對它的股價來說 會是一個作力 當然 在公佈業績之前 去找這一類股份 一定是有風險 如果你買業績出來不至預期的話 是會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如果策略上的話 想買的話 相對上是小柱 或者坐出一個分柱的策略去做 鄉下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之前做出來的 一個低位 就是 16.04的附近 你可以給齊頭整掃 萬一 其實第一個位置應該是失了 升軌 然後就是這個 低位的支持 16元 如果連升軌和16元都穿了 不是的話 我覺得暫時 你打算是走一個很短線的話 應該是離場 先猜一猜看 如果你真的打算 即使業績有些失敗 如果真的有機會失敗的話 企業績相對上大 我覺得有機會 可能連16元都是有機會穿的 反正會走下去 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14個多 15元去到18元的 可能都是試一試下 這些水平 所以 你一 你就可以 業績前買 要留意風險 再不是的話 我覺得你分住去做 分住去買 即是找到升軌樓上 以及找到14個多 即是15元 即是之前 這個低位 的樓上 即是14個半樓上 可以考慮 分兩三處去做 以防業績有機會失敗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 有一個靈活一點的部署 如果不是成就得到風險 我就覺得 你不妨又等多兩天 你等到業績公佈情況後 再行部署 也都可以 萬一有什麼失敗 跌下來 其實都是覺得 到14個半 還有14個多 可以考慮一下 看到時的情況 有沒有機會 都可以吸納一下 當然 實際上如果真的失敗 你也要看看 到底業績 為什麼會失敗 遇到什麼問題 初步我覺得 應該朝著 一個改善的情況 到底現在的問題 有沒有市場 預期得到 改善那麼好 可以留意一下 但也要不忘風險